大家好,今天是5月30日 回到明報Busher 賣身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Dollar Yen 看看Yen交叉盤 我們看到Dollar Yen 昨天最高做到14092 其實它短時間內 由5月初的時候 在說133 13374 5月4日最低13350 在這些位置守著50天線慢慢做上來 上到昨天最高14092 其實在技術面上 你可以看到大概在2022年11月左右 最高都是1422幾 有理由相信這些位置就會是阻力 變成現在你看到昨天就開始縮了一點 它不是逆轉的 但是你看到它就沒有了那個上升 不是早前那個段段有繼續升的上升力度 終於出現一枝陰燭在那裡 看看是不是會有機會叫稍微回吐下去 暫時來說下面支持位大概139213 上面左力位你可以數到大概142左右 在這些水平你要繼續追買 我就覺得買美金沽日元 雖然美金是上升的 但是買美金沽日元這些水平去買就防守力低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回低少少 才嘗試買上升 至於交叉盤 你看到美金繼續升 英鎊和Yuno是偏遠的 在交叉盤情況之下 如果多利日元不夠力的話 如果多利日元也會稍微回調 我們亦都見到 多利日元最高 昨天做到17399 這樣就回了一點 技術面上 同樣都是的 它也是在做一個升勢 但是呢 你現在這些位置 再去繼續買英鎊沽日元 這些水平 直播率就不高了 所以變了看看它會不會出現回調 回調低一點 等它調整了才再低位買 如果多利日元可以繼續上去的話 EURY也是一樣 EURY其實如果你說力度 真的沒有了 它在5月2日最高做15159 當時的EURY抽 但是昨天的EURY 其實這一轉走了5月打後 其實美元繼續升 EURY繼續下跌 令到EURY也有得升 因為多利日元升得多 但是昨天開始 你就發現 咦 不夠力了 亦都不是那麼容易 抽穿5月2日的頂 那麼後市來說 會有機會出調整向下的 EURY和磅日元 並不表示 Dollar Y會大跌 而是反而 EURY和英鎊會不會跌深一點 美元繼續跌下去 Dollar Y停下來就行了 暫時來說 如果以靠差盤計 我們會預計 其實美金仍然相對強 但是對於Dollar Y來講 就未必可以拉高的 相反就會令到EURY和英鎊 繼續偏遠的機會大 所以如果你要唱日元 譬如你要唱日元 去日本旅行 去唱日元 你其實any time 距離 如果要用距離上 下一個阻力位142 你在140這些水平 其實唱錢我覺得不過分 在這些水平是合理的 你可以嘗試去唱錢 但是你分段唱 如果他美金繼續 衝上去 Dollar Y有權142 不過那個速度就未必是 就是早前的不斷升 不斷升的速度 相反就會反覆一點 慢一點 就是這樣 變成你來到140這些水位 去買入日元 沽出美金的 就不是不行的 分段買 都算便宜的